欢迎收看金融办法对的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来 指数是涨的 但是今天的个股震荡很大 好 先来看今天大盘呢 今天大盘开低 开低之后的话 今天震荡往上面拉尾盘 那尾盘的话全值股往上面拉 对不对 看到台积电今天尾盘的时候 那么尾盘拉了蛮多的 今天台积电尾盘的时候拉了5块钱 那么指数呢今天尾盘的时候也翻红 好 最后是以上涨了26点做收 那盘中其实跌最多的时候就跌67点 是在开盘的时候 好 那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呢 一天涨一天跌 那昨天美国股市开盘之后呢 然后开始往下 好 那道琼 纳斯达克都一样 好 那美国股市 在前一天的时候是大涨 对不对 前一天的时候 那么费的会议完了之后呢 就从低档开始急拉上去 那拉上去很多 好 那昨天开盘就开高 好 那开高之后 短线上面从低档拉上来幅度 算短线上也拉得蛮多的 好 所以这开高之后又拉回 好 所以这盘呢 那么在反映什么 好 我想 其实市场有时候都反映在前面 好 包括美国也一样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FOMC会议之前它先跌 那会议后之后就打涨 然后涨上去之后今天晚上 美国有四五日 对不对 它又反映在前面 那结果今天晚上 四五日之后的话 四五日其实只有只有一天 所以我看也是提前反映 所以台股跟美股都一样 都常常提前反映 那台股今天的话呢 来今天拉回后反映什么 一样嘛 先反映美国四五日 那再来还有一个反映我们空投 对不对 这个礼拜的空投 不过其实它们都是一天的因素 对不对 而四五日就今天晚上就没了 所以美国也提前反映了 台股也提前反映了 那公投也是 那假日投完以后就没了 是不是 当然你也可以就公投的结果 来分析很多很多等等之类的 但我觉得其实影响是有限的 是不是 因为最重要还是在 这个整个的产业的趋势 那个才是更久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盘呢 今天盘面上面 盘的就变成是低档的股票上来 对不对 高档强势的股票把它震荡 所以今天盘面震荡的算蛮大的 对不对 因为今天 低档拉起来的反而是大力光雷 是不是 所以今天 有些股票是低档拉起来 对不对 那反而强势股票就回 是不是 但我觉得强势的股票它回什么 它其实就是说第一个 现在短线课很多 现在短线课比较多一点 那有时候短线它就反映一下 不过通常你会发现最后 它还是走原来该走的路 对该上去的还是一样上去 好 所以呢 盘面就是 现在常常都会提前先反映 那种很短线的东西 然后你会看它震荡比较大 但我觉得你这时候就要一巴尺 是不是 那么好股票拉回是满 对不对 那么创新高的股票有时候会拉回 拉回是找买点 那好股票到最后 它还是走原来的路 对该上去的还是会上去 好所以来看看 那么亚信 昨天大涨今天也是拉回一点 对不对 但是它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很清楚 就是你拉回就早买一点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 没有多久之后就到2022 到2022之后就反映2022的数字 那反映2022的数字 IC设计 基本上这股价算是 我认为这空间还很大 对不对 因为你IC设计 一般都是20到30倍的本益比 当然参加过30倍的也常常有 但是你最少起跳都是20在算 那如果200多块钱 现在还在二字头 我觉得其实空间蛮大 所以你看它一直走多头 对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一波一波 一波比一波高 就是一路往上 所以好股票还是拉回去找买点 对不对 所以包括永业今天也是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也是震荡 那震荡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逢低买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这也是一个网上的股票 应该说那么利基性强 然后股本小 那毛利率又高 对不对 所以我说既然接下来在两个礼拜之后 准备进入到2022年的时候 那新的科技趋势反应会更强烈 是不是 因为这些都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觉得今天盘面上有些股票震荡震荡震荡 真的我觉得现在短线客比较多 那你如果跟着短线客起股的话 你大概会被搞得一头雾水 那其实短线客有时候你跟他们要反着做 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有时候的时候卖的时候就胡乱卖一头 然后第二天的话 他们卖完了就涨了 那涨上去之后结果又创新高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今天 来看看比方说来看看元宇宙好了 那今天元宇宙有些股票 之前强试的今天就回了 对不对 你要位数今天的话是跌停 尾盘就开了 对不对 今天尾盘最后的笔就打开了 是不是 那位数今天20分钟第一天交易 我昨天有预告说 他可能会这个分盘交易 那今天真分盘交易 那分盘交易其实第一天 我以前讲过 因为他是20分钟交易 20分钟交易通常第一天都会有影响 但是最严重就是那一天 最严重就是第一天而已 那第一天之后再来的话 影响就越来越小 然后慢慢就会往上垫高 然后最后还是走原来的路 这个分盘交易的股票 常常都是这样子 20分钟通常都影响一天 一天影响是难免会有 5分钟还不一定有影响 5分钟有时候 他还不管你继续涨 对不对 因为20分钟毕竟是稍微长一点 所以他影响一天会有 但是都第一天而已 就第一天是最严重的 第一天消化完了之后再来 其实很多都会慢慢点高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一块还是明年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今天你看 今天的话 这个预状也跌 是不是 是不是昨天非常强势 对不对 那今天预状也跌 那我刚刚讲 现在短线客很多 你看今天铁厅都短线客 今天卖的大概全部都是短线客的 是不是 八九不离十 那短线客其实就卖这一天 卖完就没了 所以你要跟他们反着做你知道吗 对吧 你看他们在卖的时候 看今天很弱的时候 我告诉你下礼拜可能就涨了 因为他们卖完就没有了 对不对 短线的存款卖完就没了 所以我说盘面上 还是要回来看这个接下来的 这个 接下来的产业的方向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 要不然你单单看短线客 你会被他们搞一通污水 对不对 砍的时候就乱砍一通 对不对 但他们砍完就没了 是不是 那反而下来以后又被人家接走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会创新高 对我老实说 我是觉得还会创新高 对不对 那你看他上去以后 拉两根上来回一根 回一根其实也还在警线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姿态都是很高的 对不对 虽然说他间谍 但我觉得就是 反正他就卖完一天就卖完 他们卖都是这样子乱卖 有时候就是一天 不管在CSEE胡乱卖 对不对 结果卖完以后第二天就上了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盘 有时候就是有些 比较特别的这个筹码上面的 有时候他变化就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那都没很大意义 那个都是代表很短线的东西而已 我觉得其实没很大意义 对那元宇宙的话 那再来看看宏达电 宏达电来 他就还是这个区间 上面到这里之后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靠近这里你要买 对不对 他还是这个区间 但是他会从这里 往上面垫到这里 他会慢慢往上垫高 这个区间 会先从小区间走到上面 从下半段走到上半段的 然后慢慢垫高以后 再来挥吻出去 其实我说元宇宙 其实很多人 大家在聊 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的商机是非常大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好像还没有马上实现 那个是讲终极的大宇宙 最终一个很大的宇宙 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完完全全虚拟的身份 然后再来的话 你大概除了这个吃喝拉撒在现实社会 其他全部都到这里去 那个是最后 那个真的是最后没有错 那个没有那么快 但是前面的应用都已经开始了 而且前面的应用 这个会越来越快 新科技通常都是指挥块不会慢 因为大家都会越来越加速导入 那你一个开始导入 其他人开始导入 所以会非常快 红达电我觉得厉害 这次厉害是在 它是从硬的整合到软的 这就不一样 很多人知道它的VR VR眼镜 当然它在VR这里 确实是也蛮有眼光的 因为人家好几年前就布局 好几年前 它就把那个趋势看出来了 这一点还是要给它按个赞 但是它除了这个硬体之外 我觉得现在厉害的是 它看到软的 它把它软的也整进来 那软的整进来的话 我觉得更有空间 因为软的本来毛利就高 你知道吗 软的东西本来毛利就高 再来它的空间又很大 市场又够大 来看看 NFT的平台 好 那么打造元宇宙的NFT的平台 那这个NFT的平台 其实平台它是可以卖很多东西的 所以你一个平台起来的时候 那个平台成功的话不得了 那是非常大的商机 对啊一个平台它是卖很多东西 它不是只有卖一样样东西而已 平台如果起来的话是很肥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看我会怎么说它整到软的 是不是 就是除了硬体的东西之外整到软体的 来看看这是跟这个万代南梦工合作 发展日本动画的VR内容 好 那这家公司很多人不知道万代南梦工 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 好 那重点是它发展的内容就是 然而合作要把万代南梦工里面的内容 动画的内容带到VR里面去 带到VR里面去 懂这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以后就是用自己的VR眼镜 然后还有自己的交易平台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进来万代南梦工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就很多了 这个就非常的精彩了 对 你把万代南梦工的东西带进来的时候 你那个VR的内容其实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内容其实它就会丰富非常多 然后又自己再有一个NFT的平台 然后你知道现在最夯的就是这个 这个有夯到什么程度 等一下给你看 但是你看这就是整合起来了 你知道吗 从硬的枕头到软的 你硬的用我的东西 里面的软体 里面的内容是我这边用 然后我的内容里面再连接到交易平台 所以你知道这商机其实非常大 对 刚刚讲到这个万代南梦工 其实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 其实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代表座 这不是小公司 它以前是两家合并起来的 两家公司并起来的 两家以前都各自有各自的代表座 到现在还是最行的 来看看它的代表座里面的话 很多偶像学员很多人都知道 偶像学员是它的 刀剑神域也是它的 这都是现在非常非常红的东西 还有包括七龙珠很多人都知道 软胶珠IP也是它的 是不是 它代表座是真的是 不胜枚举的 非常非常多 因为它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知道很早期的时候 大概可能比较资深一点的朋友 中年以上的朋友可能知道 你知道以前古代的时候 不是古代啦 就是以前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电玩刚开始的时候才有电玩机器 对不对 以前西门町有很多 对不对 那个以前最早的时候 小蜜蜂啊 小精灵啊 那个都是它的 从那个时代开始它就是最强的 其实它那时候就最强的 然后后来一系列下来 你看有多少经典IP 看有多少经典IP啊 对不对 从我刚刚讲的最久以前的 这个小精灵啊 小蜜蜂啊 这些东西最早的时候开始 到后来的七龙珠啊 这些偶像学员 对不对 刀剑神域 还有火影忍者 对不对 七龙展示 非常多非常多有名的IP 非常有名的IP啊 里面有多少人啊 有多少玩家啊 其实一个就很多玩家 而且它是很多个经典IP啊 所以你说要把那个内容结合起来 把这些内容放到里面的VR 放到红拿间自己的VR去 那这个就精彩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精彩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 它的商机是非常大啊 是不是 那个商机是从屋到屋的商机啊 非常非常大啊 大家知道钢弹吗 对不对 非常非常贵耶 对不对 那个价钱非常的贵耶 这不是大家想象的 几百块钱的东西耶 是不是 几万块 还有这种十几二十万的 都有耶 非常的贵耶 对不对 钢弹就是从里面衍生来的 是不是 然后红拿店自己又有MFT平台 你现在懂这个意思啊 硬的跟软的折起来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我有自己的东西 然后有自己的内容 然后我的内容再放到MFT平台 MFT平台现在很夯耶 MFT平台很多人想说这个东西 你知道很多人想说 这东西怎么会这么强 但你要知道其实都是 法人在做哦 是不是 那不是说什么中国大妈在吵什么之类的 不是耶 那都是法人机构在做耶 对不对 来看看 你看MFT的这个Visa 是不是 Visa是蛮大的公司吧 对不对 Visa120万港币 120万港币 买一个头像 对不对 120万港币他是买一个头像 他是买一个头像哦 不是买一大堆哦 120万港币 对不对 非常非常强 是不是 什么头像 这个是最早开始的有一万个 对不对 这长这样子啦 一万个每个都有不同的标示 不同的样子 对不对 非常非常红 Visa是用100多万港币去买一个 买其中的一个 我说其实现在玩的都不是 都不是 其实都是法人机构在布局耶 是不是 把它放大来看涨价 放大来看是长这样子啦 对不对 其实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这是现在全法人在看的 大咖都在用这个 是不是 而且是很多上市公司在做 那你觉得他们没眼光吗 应该不是这样吧 如果说今天是纯粹中国大妈在胡乱吵 那你可能说那是那个 这个你就要 这就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在买啊 是不是 你看他一共当时是有一万个嘛 这一万个现在就是炙手可热啊 是不是 来看看在这个拍卖会上面 对不对 9颗4.7亿 9颗喔 9颗4.7亿喔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过 NMF它强在哪里 它这是一个开始 你现在看到是只有这些 有一些东西上去或更多 对不对 或更多东西 所以对IP来讲 对文创 创造的东西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这个平台我觉得比实体还强 比实体还强嘛 因为它独一无二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布置 对不对 所以比实体的更强 所以你看这将来绝对是越来越热 一定是越来越热的 对不对 9个 就这9个啊 9个4.7亿 对不对 你可能想不到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 这个还不是只有一样东西而已 这个猴子头贴 对不对 这猴子头贴1 2 3 4 5 6 7 8 对不对 这里有8个图 这猴子头贴也是一样 也是现在非常非常夯 而且爱迪达就要用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现在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你刚刚看到那个头像 那个头像的话是柯瑞在买 对不对 那今天连那个马斯克都讲话 对不对 马斯克说我们应该也要买一点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商机是很大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复制 是不是 它不像一般的东西 你很容易复制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完完全全就是 没有办法被复制之后 它就创造独一无二的独一性 而且那个世界 以后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以后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会越来越多 对 现在FB要用它的平台 别人要用它的平台 刚开始都是大家各自的小宇宙 以后最终有一天会变大宇宙 那当然 但是在小宇宙的阶段里面 就很精彩了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 他去在里面买地 对不对 你以为他买地干什么 那个地比真实的地还贵 是不是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去 是不是 在里面使用的消费者 会越来越多 所以那商机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FB这一块 你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其实很多人是 没有仔细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题材而已 其实不是 那是真的已经发生的商机了 而且还越来越大 所以我就讲说 新科技很好玩的 对不对 你明年话题都在这里 你看明年接下来话题在这里 今天马斯科就讲话 我也要来买一点 对不对 马斯科就说 我们应该也来买个头像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后面你就会看到 对这个商机越来越大 应用越来越多 所以元宇宙其实 还是接下来的重点 即便今天有些人拉回 我刚刚讲过为什么拉回 是不是 下礼拜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这就盘这张特色就这样了 对 所以重点还是要把握好股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跟大家谈谈 OMG有涨停 对不对 那我们等一下来谈谈 还有没有像OMG这样的股票 休息一下 待会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市场来 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刚刚讲到NFT 其实NFT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因为在现实社会里面 大家都有东西 你有房子 有车子 你可能有其他的动产不动产 或者你有其他的物件 家具 衣服等等之类的 但在虚拟世界里面 很多人现在还没有东西 但是进去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里面商机也越来越大 加上这个NFT之后就不一样了 它的东西就有了所有权的概念 就有了所有权的概念 跟没有NFT之前东西没有所有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现在各大厂 大家都在里面加注 把东西把它圈起来 圈地的圈地 圈东西的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商机其实非常的大 那对于IP来说的话就贡献更大 是不是 因为IP本来它的毛利就是很高的 那我一个IP里面 我可以用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是不是 可以创造很大的商机 好 所以呢 那么Oh my God 我当时讲说 这个会 这个会非常强 这个会喷出去 所以你标股要更好 好 那么当时 这是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二因为盘也在震荡 那我跟你讲 这个大敌要打完要喷出了 好 那么礼拜三 礼拜三开始就一路分出了 是不是 礼拜三涨停板 好 礼拜四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礼拜五 对不对 还是涨停板 对吧 所以其实 你不觉得这个礼拜 就有蛮好的买点吗 而且这个礼拜 从那个买点之后就三根涨停 对不对 从那个买点之后 你就可以连续赚三根涨停板 是不是 我当时就讲说 那个东西其实商机是非常大 你要是了解以后 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那些在虚拟的世界里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到元宇宙 那当然一开始的话 你可能不是一个全部连接起来的大宇宙 但是只是小宇宙就够了 其实只是一开始的小的宇宙就够了 那个商机就非常大 更何况元宇宙的应用本来就非常多 它不是只有在终极的大宇宙而已 对不对 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了 是不是 那重点就是说 这些东西它的爆发力就很大 所以我就讲说礼拜二你有很好的介入点 三四五直接送你涨停 对不对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到今天 连续三根涨停板 对不对 三天三根涨停板 是不是 而且它还有绿界 对不对 我就讲说三亿股本的公司 它只要赚三千万就是1块1ps 只要赚三千万就贡献1块1ps 是不是 它有一大堆的绿界 它是绿界大股东 对不对 成本才三十几块钱 对不对 钱债贡献可以到18块 所以当然会喷出去 对不对 更何况中长线的愿景又是对的 那市场上面那个梦也非常大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你看 其实标股还是很强 那我觉得喷完震荡的时候 就是要加速卡位型标股 是不是 来 那么有没有下一档呢 有没有跟 Oh my God一样很有潜力的股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档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档呢 那么这个 来 它有很多这个IP 而且呢 其实它是跟Oh my God是很像的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呢 Oh my God就是用自己的IP 你知道它IP去放到NFT上面的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 从无到有的商机 那是从无到有的商机 对不对 本来没有的商机 你本来的IP 本来已经有自己的利益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又多了另外一块更大的东西 在那块东西上面 大家都还没有活 所以那块东西里面它的商机又更大 好 这个是原来 这个Oh my God 它自己的IP在NFT上面的概念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对不对 那这两档其实也一样 第一个 它有非常多的经典IP 再来NFT的概念 然后再来第三方支付 对不对 第三方支付 Oh my God持有的是绿介 对不对 大家知道绿介其实 就是国内的龙头之一 那国内还有另外一个龙头是谁 蓝星科技 对不对 你有上网在买东西的都知道 是不是 你网上刷卡刷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跳出来 蓝星怎样怎样怎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龙头 对 所以它跟Oh my God 其实很类似就是 第一个 它们一样有这个IP跟NFT 另外第二个 有第三方支付 但是还多了另外一个东西市 它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东西 在东国大陆 卖给中国大陆之后 交易6.4亿港币 那每一股的贡献到27.6块钱 这27.6块钱都还没有认进来 也就是说 你后面还有20几块的EPS等在后面 你看20几块EPS等在后面还没进来 是不是 那你又有第三方支付 蓝星其实也准备快要IPO了 对不对 这也是国内的另外一个龙头 绿介蓝星 两个都是非常大的龙头厂商 是不是 然后有NFT的概念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来看看 这个是筹码 这是某一个分点 对不对 从今年以来就是只买不卖 只买不卖 一路扫货 一路扫货 股价现在是打完底了 正要喷出去 今年以来是大户狂扫6400张 6400张在底部是只买不卖 到最近昨天前天还继续在加码 都被扫光了啦 我觉得其实大户也蛮聪明的嘛 他知道后面就是 你有20几块的EPS等在后面 而且后面还有NFT的欣赏集 是不是 还有蓝星要挂牌的潜在利益 对不对 所以这档要把握了 有没有 Oh my God 连续三根涨停 好 你有的就继续报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就把握这档 来 即将就要喷出 全力来锁定 还没有跟上的就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就可以跟我一起 来掌握下一档标股 还没有喷出的 EPS已经等在后面的 一样NFT跟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来 现在赶快打电话进来 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你就可以拨通电话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